在基層仿式座谈会上 信义区里长联会会会长连转望代表赠送 萧兰木给金融市长林又昌 感谢他八年来一天当两天用 率领师傅团队改变基隆 不到适合 送个萧兰木的味道很好 也带来一点吉祥的味道跟财因的味道 吉祥的味道 对对对 对对对 金融市长林又昌除了感谢里长们多年协助推动市政 处理邻里失误并支援防疫工作外 也说明目前金融市缺水情况 其中中阵区已经获得缓解 信义区高地区域则持续监测并继续为社区注水 另外林又昌也透露总统蔡英文与行政院都关心金融水情 已经指示经济部水利署与国防部 勘查海水淡化设施设置场地 希望增加供水来源 蔡总统还有行政院也都非常关心我们缺水的这个问题 所以也指示经济部水利署还有国防部 现在正在勘查这个海水淡化设施设置的这个场地 那如果只要能够找到适合的一个场地 就会来进行这个海淡设施的一个设置 能够提供另外一种供水的一个来源 那这部分正在处理当中 那另外就是针对现在还缺水的一些社区 我想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自来水公司 驱逐这边来立即反应民众的一个需求 然后调配水车把水送到家户来 刘昌表示根据气氧单位预估 这几天午后有雷震雨机会 8月下旬更会有封面通过 渴望带来雨势舒缓水荒 不过还是呼吁市民储水备用 节约用水 另外金融市立田进场整件工程停顿多时 引起经常到此处运动的民众关注 当地信律里长特别询问施工进度 对此金融市长牛昌大叹 这项工程就像遇人不俗 主管的教育处方面已经进入解约程序 并决定将这二职的承造厂商移送惩戒 不只要跟他解约 我们还要把他送一离 送公问工程委员会 100年一条要陈处 要陈处 那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是我们同步启动 这一个重新招标的这个程序 那我们跟他解约完毕之后 我们立即要重新招标 然后希望有新的好的厂商狼 一朝礼同贯瑞里长者 关心中正公园天鹅洞周边 狼带串联策略计划推动情况 主管的都市发展处方面回应 银建署已经匡列七千万元经费 最快明年农历年前进入工程程序 我们希望是今年的年底 大概设计的基本设计确定 然后工程域上确定 然后就送银建署 因为他一框七千东方 就送银建署去做审查工程 那他银框七千 所以我们最多就可以做到七千吧 然后他审完之后 确定我们的内容之后 大概我们就要开始化 细部设计8815 然后我们希望在大概农历年前 开始要进入工程程序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